他到了以后,饭局开始,酒喝开后,大家开始介绍一些情况,得知陈强在做陆桥工程,楼上海随口就说,江南机产也是由以前的陆桥公司老板投资的,他现在是专心做煤矿,这听陈强接着很大,他叫什么名字呀,张悠五,哦,世界真小啊,是江州的张悠五吧, 我最近和他才刚联系过的,我们有一个公路的工程要合作 陈强原先曾经是省桥公司的工程师,后来受到一起腐败案的前面,进行监狱,出来以后便和侯正丽一起做起了陆桥公司 因为老关系尚在,所以公司成立以后发展得挺好 虽然现在规模还不是很大,但是前景肯定很好 在他进监狱前,身为交通通的总工,到了江州,张悠五总是要开车到高速路口迎接 那接待起来就是尽心结理 如今身份变了,和张悠五的关系,由过去的服饰变成了平等的伙伴关系